好,简单地讲一下这一次,由于测试符他们修改了关于涅槃火焰的一个逻辑之后,然后在音乐上有人发现这个, 他的火花属性当中,跳跃力和全属性百分比会经常高频出现,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之后,就会引起了玩家的热议,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改了这些逻辑呢? 然后经过一天的发酵,那么韩服的策划,康文戒也正式在晚上的九点半发表了他的道件信,然后我已经翻译完了, 他其实讲到一点,就是这个涅槃火焰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他会选择,他一共会产出四条属性,然后这四条属性是不会重复的, 那么他是经过五属逻辑,第一步就是在这个顺序表当中,随机取出一个,随机取出一个之后,以这个为分界点,分别在上部分还有下部分,再选取一个, 这两条属性会以50%的概率选出一条,那么决定后这一条之后,再以这条为界,选出后,以同样的这个方式, 他会在上下,再选各自一条,再以50%决定最后,决定一条,那么就是以这样相同的逻辑,选出他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条,这样的属性, 这就是他,这个火花属性,选取出来的,一个逻辑,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公开之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如果说你是武器呢,武器,这有,伤害百分比是倒数第二条吧,在防剧当中,跳距率也是倒数第二条, 所以如果说在武器中出现伤害百分比,在防剧中出现了跳跃率,那么,根据这个逻辑, 根据这个逻辑,他只要往上或者是往下,随机一条,因为全属性百分比是靠最近的, 所以他就有50%的概率,就选到下面的,这个全属性, 所以他概率是非常之高,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他在下一个版本就会取消关于,这个选择类型的权重, 好,然后他也公开了,关于这个火花有等级的, 他这个等级的百分比,这个概率也正式公开了, 那么这个他,这个表,怪物,这个是boss掉落的那只火花, 然后是强大,然后永恒烈斑火焰,然后这些是制作出来的那些火花, 他们就有各自的等级,然后他上面红字是boss那些装备, 所以增加两个等级,好,然后他也讲到, 就是游戏里面一些随机,随机的表述, 那有random,imma,muchagui,就是随机任意无作为, 这个表述,然后他还监视, 他还监视这个概率运行的一个问题, 他有一个后台有个机制的,然后他正式公开一个问题, 就是抓猩猩确实是会有1.05倍的的概率, 然后在他下面的一个测试的表, 他是排出了,他是排出了新之力强化活动, 还有这个chance time,还有急针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他监视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还有15星强化的一个测试表, 他有一个概率的小小浮动, 然后在这个,这个机制是完全全自动化, 这个新的,他有一个自动机制, 然后在1月28号是有发生过月之水晶数据错误, 那么他就自动启动了这个监测机制, 然后以30分钟为单位, 对这个收费型概率项目, 做出了一些统计和监测,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 这也是他Wonderberry的宠物的概率, 他概率也有公式, 那么自这一个做出来, 他这个道歉信发出来以后呢, 内在能力也是有相同的逻辑, 所以呢在昨天之后呢, 不管是火花还是内在能力, 都有人在去测试, 就是怎么去洗暴击的问题, 好,这边就是内在能力的这个顺序表, 那么前面这一大头就是, 四种属性, 然后命中回避防御, 魔法防御, HPMP,跳跃,移动速度,攻击魔力, 暴击,全属性, 那么如果你要洗暴击, 那你就要锁定魔力跟这个全属性, 把它两个锁住之后, 它按照这个选择逻辑, 它会在上面还有下面去选, 然后暴击是太中间了, 这样子它就同时符合是魔力的下方, 也是全属性的上方, 那么它占据这四种浮动范围中的两条之后, 暴击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所以这也洗了办法, 然后就是好像说, 全属性好像出现了两条, 全属性好像出现了两条之后, 所以如果说你洗, 就是那个锁定了一个全属性之后, 洗不出暴击的话, 就重新洗一次全属性, 这样子, 那么其他, 其他属性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原理, 就是你选定两个, 选定两个在它中间, 比如说选定其中一个, 那你就去找到相邻的那些属性, 你就先洗到那些属性, 然后把两个属性锁起来, 这样子有更高的机率选中, 你目标中的那些属性, 所以这大致的一个情况, 然后的话, 因为这是事件, 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拍卖上, 比如五, 在武林道场会卖的内在能力, 那么那个荣誉勋章的价格, 其实也有很大上涨, 然后现在, 现在应该也都在洗那场, 洗火花, 对吧, 所以现在的话, 在没有维护之前呢, 可以暂时去洗一下, 而且他们, 这个刚刚也他说了, 因为这个bug, 还没有在正式修复,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意, 把这一段时间, 就留给大家能够用, 就作为一种补偿, 所以它是一种有意的宽容, 所以啊,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 如果需要洗一下, 就尽快了吧, 不然的话, 到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全, 所有伏都为货, 总之下版本含伏, 就一定会回货, 然后到时候, 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随机, 因为在电脑当中的随机, 它不是绝对随机, 它是一定有一点算法, 他们不过就是利用, 这个算法, 去洗一下内在, 洗一下活花而已, 这不是bug, 这个不是bug, 它是一种算法问题, 它必须要使这个算法, 更接近绝对随机, 才有机会, 靠近随机, 更在接近随机, 所以他们弄了一个监视系统, 那么, 先讲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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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